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欢迎 情感导师徐伟老师欢迎 情感导师陆琪老师欢迎 来 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 请看 我们结婚二十多年都在吵架中度过 跟他讲理又讲不通 他既矫情又暴躁 结婚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让着他 但他总是胡思乱想 最后我只能选择了逃避 他退休之后对家里不管不过 只会自己享受 说走就走 他总是爱胡思乱想 作为丈夫我已经履行好我自己的责任 但现在我只想过安静的日子 希望他能够改改脾气 好好地享受晚年的生活 有请队队嘉宾 有请 周先生六十五岁来自北京退休 张女士五十一岁来自湖北自由之夜 有请两位 有请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好 结婚多少年 结婚二十多年了 有娃不 有 还是二十五了 周先生应该不止这一个娃是吧 对 我头额俩呢 俩女儿呢 您是再婚 对 您是 头婚 结婚二十五年算了解吗 要说一下 您说了解吗 真不了解 为什么上这儿来 就是想评评你 我就觉得这二十多年老委屈了 那就说说吧 您看看这不是头年 我查出的那个假装线脱眼症 戴上了我这眼睛呢也看不清 那没办法呀 就把工作辞了 辞了以后呢 这不又好了吗 我说那意思呢 找个工作 一来呢 在能动画的时候呢 多少阵点能补些家用 是吧 孩子以后用钱的这儿也多 这也不干嘛 跟我干嘛 就说那意思 你这么大岁数 你还下车在什么呀 他倒好 他不让我找工作吧 他成天出去玩去 我跟你说 说过多少次 因为你现在眼睛 这儿都看不见 路走不了 你要再有病 我怎么办 你说我拿错 我毕竟是拿那么多 您说 我是为你好 你说的那个 主持人 他说这个 都是光明唐号的理由 他就为了他出去玩去 方便 成天的玩他不招家 孩子孩子不管 家都不管 不是 您要出去工作了 他出去玩 那不是更方便吗 他那意思 就是我在家待着 就不工作 在家不是能照顾家吗 孩子不是跟咱们过吗 不是 孩子二十五岁了 过不过都无所谓呀 那不行 得跟他做饭呢 男孩子嘛 他也不会做饭 不是男孩子 为什么二十五岁 不能做饭呢 不是 他从小跟他惯的 他就空不出去 他就 他就矫情 为了还给他做饭 还得给我儿子做饭 他是矫情 怕我出去 对吧 这不是就疼你吗 不工作得了吗 可不是这样 他成天的不招家 孩子的事他也不管 家里饭他也不怎么做了 以前呢他老做 因为他嘛 以前是厨子嘛 做的饭呢比较可口 最近呢他饭也不做了 偶尔做两顿饭 那饭呢不是咸的就淡了 根本就吃不 就没法吃 去哪儿玩啊您是 我这就退休了以后啊 老哥几个劲几个 工丸里头跳着舞 驴油 他就抓住我这个了 刚才我出去玩的 老玩不给他做饭了 您听他说的好听吧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他玩去了就不管不顾 你说有一次孩子 说那个找工作 因为他是北京人嘛 认识的人也比较多 我说那意思 你给孩子找一个好点的 这得多一点的 行我知道了 嘴上说着好着呢 结果说不说不 两个人呛上去了 呛上去了出去玩去了 打电话电话也不回 微信微信也不接 各位老师我跟你说说 找人给孩子找工作 这我做他父亲 我亲父亲 我是不是得有责任啊 是 我是不是得丧心啊 对 他老说我不着急 我能逼人上人家做饭 都带着 你逼个我儿子走吗 我认识谁也不行 也不用这么做呀 不是 那你说的都是你的理由 你知道吗 我就是说孩子着急 我打电话出去玩去了 我说那个孩子要那个 着急说妈 我的工作怎么着 我说那我打一电话吧 打好几个电话不接 微信呢也不回 我这好不容易打通了嘛 我这有事 挂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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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您瞅瞅 我这急得跟火上防射 他呢发的视频 跟那大姐大妈们 哎 美着呢 在那又喝又唱又跳的 好笑的那就开心 主持人你看不见啊 他特别不理解人 你说几个一块玩 是不是得拒绝啊 哪能你一打电话 我就马上跟你把这事说呀 是不是得回去说 不是不理你呀 对不对 他这一个战友们 他就有嚼劲 他也嚼劲 这咱翻篇 哥是在儿子那儿 对吧 跟老梁可是没什么关系 对 还说呢 那会儿想着脑太太在的时候 脑太太跟我们一块儿过嘛 身体呢也不太好 那脑太太 她从我进门了 她就不喜欢我 反正见着我就开嘛 那意思我狐狸精 我勾引她儿子 脑太太就以为说是我呢 现在脑太太还在吗 脑太太现在不在了 人都走了 这事不就过了吗 那不行 那我这生气啊 为什么我这眼睛这样 就是你大夫就说 你这病啊 就是因为生气得来的 要你少生气 就不至于得着病了 跟脑太太走了 跟她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了 这不是脑太太身体不太好吗 那脑太太你得伺候啊 那会儿她还上这班呢 我也上这班呢 咱们俩人也过不过来 那找保姆妈 这好别找几个保姆妈 这脑太太脑气不好 不是骂走了 就跟人气走了 没准备呢怎么办呀 后来脑太太 天天跟她溜弯 跟那有一个女街坊 出来还挺好 出来挺好的 我就跟她说 我那既然这个脑街坊 跟脑太太有缘 咱们就请她帮忙 照顾这个脑太太吧 街坊呢也还挺同意的 那街坊呢也刚离完婚 也没有工作 那这么着呢 咱们有管吃管喝的 人也合了而不为呢 还给钱 这不挺好的事吗 是吧 她不解 俩人 我都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突然有一天 街坊呢就跟她发了一个短信 暧昧短信 这短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大哥 这事不怨你 只怨我自作多情 主持人您给我分析分析 这是不是叫暧昧短信 你跟主持人分析 主持人一听了你就明白 我要跟他有事 我能让你知道吗 我还能让你站吗 是 他确实给我看了 给我看了呢 我认为呀 人家对你已经产生了 那个非分之想 我说你呀 对他敬而远之 他对老三的不错呢 有恩的咱们报恩 咱们但是有识有赏 别人呢 走得那么静 让别人呢 说说点点的 不听啊 陈天的俩人在一块 一块买菜 一块做饭 就他们俩过日子 我陈天的 我都见不着人 主持人呢 在这些 我跟他说了很多次 我祝街网 说什么都有 有挑事了 有嫉妒恨的 我说你不要听你别人 我说我要 我说我要不跟你心 我为什么 我还跟你一块过呀 对不对 别瞎想了 他进过他自己找一些 关了你哦 就陈天的在一块 弄到这街坊 你问咱们那块 北京嘛都住了 活动嘛 你知道吗 出门指指点点的 那个一见到我 你们家那个那个时候 跟那个干嘛去呢 你们家那个那个干嘛去 你说我是不是有自尊心 听到这个 我好 我这心情疏她吗 您说 是不是 确实那个女的 对咱有个脑袋 就伺候走了 走了以后呢 我就说她别那么厉惑了 是吧 别组那么近了 她有难呢 咱们该帮不帮 但是呢 得适度 是吧 我这说着没毛病吧 变本加厉了 你说那个 母女也给离子混得不精彩 是吧 待孩子 刚给老妈伺候死了 完了以后 你说咱能去一下 不联系吗 但是你是怎么做的 天天的咱俩在一块 成天的买 你说写伙点的呀 上公园 我一点都没邪惑 这五六年 他们俩天天在一块 我都见不着人 后来他们俩怎么断的 不知道 因为脑场脑场 这事您的问她 我不知道 他们俩怎么断的 我还这么清楚 你问我 我不是早跟你说过吗 我不是要慢慢 一点一点 就不远离她就行了 因为起码老太太 刚没照没有了 我得照照人家呀 这邻居照顾老太太 照顾了多少年呀 照了有三年多呢 给洗屎裤子 带来洗澡去 老太太没给她不睡觉 说一话 听说你们都是儿媳妇 老太太怎么不找你们呀 老太太自顾欠了 我就开马 告诉我狐狸金 我勾议你 我怎么 听明白了 这事不都过了吗 过不去 过不去挂点了 再往下说 主持人您说的 这是事吧 还有呢 她不是两次婚姻吗 我说你两次婚姻了 你两次婚姻呢 你就踏实了 别招风影蝶 是吧 让人说了支支点点的 我心里也不舒服 她那个二媳妇 有一闺女 这闺女呢 就一直跟我们过 有一次了 我回老家了 回来了 这姑娘不见了 我就问她 我说那个女儿哪去了 她说那个 她大爷带走了 我说大爷带走了 这不挺好的事吗 过着时间挺长的 我说那孩子 都这么久了 咱们看看去吧 虽然她不是我亲生的 但是她跟着我 咱们也没把她 那个当外人 施主己说 这她都知道 买衣服 吃饭 儿子都是一视同仁 我也挺惦记的呀 我说那咱们看看孩子吧 林彩莱怎么说 你甭去 你去看干嘛去 大爷带着挺好的 你别去 过来一年多 这孩子一张口一嘴何难话 后来我就问她 你说孩子 不是大爷接走了吗 孩子为什么回来 他一口何难话呀 还不跟我说实话 大得恼血酸了 弄不了这孩子了 怎么办 我给他妈打电话 人妈给接老家去了 带了一年多 那大爷得血酸 你也让大爷开呀 那小爷那一头一年 这不全是大爷弄吗 现在您看他说这好听着吧 他根本就是拿我 不大回事 不是 这事过没过吧 您说这事 这这么多年了 说实在的 这么大岁数了 也就那慢慢就过去了吧 过去了以后 过了吧 两三点吧 我又回老家了 等我回来以后呢 闺女说那有阿姨 她叫我阿姨 说阿姨 我新换的手机 你使这旧的吧 我说 好 你我使这旧的 我肯定得看手机啊 我不是翻翻翻 突然发现这张照片 就是一个女同志 跟她在我们家厨房 包饺子照片 我就问她 这女的谁呀 您猜她怎么说的 她说我不认识 我不跟你说了 我想跟你来一个 善意的谎言 前妻 前妻 你说这有什么你说 她说这孩子 顾个团圆节 我呀不可厚非 你可以上她家呀 干嘛把她带到咱们家来呀 你把我胳膊咬舌了 咬成巴来 你为你老骗我 就生活在这个谎言当中 过过过过过 多少年钱的事了呀 这说话也没几年 这孩子今年二十七嘛 差不多二十四五的时候 就是二十四五岁的闺女 跟妈回来一起过了个节 是吧 对 这事她应该 常聊地跟您说 对呀 就完了吗 是吧 我就觉得我生活在耳朵当中 这也过了 那还有多了 她不老出去玩去吗 我说我捣成捣筷子 从那衣服下面 翻出来两张存折 您猜在多少钱 妈 我怎么猜得出来呀 一张十万 两张二十万 您说是 咱们这种工薪阶层 能用多久的时间 才能攒够这二十万块钱 这存交是给谁的呀 对呀 我呀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啊 当主持人我说这个 我偷了俩闺女 我给攒点钱 给俩闺女 当嫁妆啊 我再跟你说 你能让我给吗 咱俩是不是又要打架呀 你都没跟我说 你怎么就知道 我能不能给呢 因为你是那种人呀 你知道吗 到现在 到现在她都不理解我 你要除你一个人 我早要跟你说了 不知道我心里想要什么 我要的就是一种坦诚 有什么事 咱们商量的男 您别瞒着我 行 听明白了 几大罪状嘛 跟邻居不倾不储 这是第一罪状 第二罪状是隐瞒妻子 隐瞒家里的财务情况 就是给以前婚姻当中的女儿 对 存了嫁妆 对对对 算是藏了私房钱 对 第三 对你们这段婚姻的 这个亲生的儿子的事 不管不问 不承担 做父亲的责任 对 是不是 对 那您这个都这样了 您今天来干吗呀 我就觉得老这么吵架 我说我出去找公主 他还不让 天天呢就那么 你瞪着我 我瞪着你 这样我像这种苦 我也没点说去 你说我跟家人说吧 把家人担心 知道了 明白了 跟朋友说嘛 怕朋友的笑话 你让我问问行吗 行 这情况不是出去工作 是最好的吗 不行 耳根子也轻易 当时不行 当然眼睛看不见东西 现在能去工作了吗 现在可以了 这您同意了 现在不行 你去找去吧 我去找一个 我说别累了 您再给找 让他自己找 我不能给找 儿子现在在干吗呀 儿子上班啊 已经有工作了 对呀 都是咱们找的呀 他老周急呀 还住在家里呢 对呀 没结婚呢 二五 儿子的工作是您找的 对呀 这不也给找了吗 这是说的 是后来的事的 不是 你后来的这问题 都解决了吗 不是 解决了 他我就说 我就觉得 我这二十年 他人就是矫情 别憋屈 行 我知道 我生活在谎言当中 这二十多年 我心里舒缩不开 这叫怎么回事 听懂了 听懂了 您心里是有结的吧 对 您心里对他的结 就是没伺候老太太 对不对 一是老太 对老太太 老太太不好 再一个 听明白了 他这人太矫情了 这日子您还过吗 您说这么大岁数了 过 不是我说 是您说 是啊 什么叫我说呀 我说 我说您这日子不过 您就不过了 我说您说您就过呀 对您说 您说我要不过 那我哪敢说呀 我就问您这日子 您还要过吗 过肯定 您因为儿子嘛 都这么大了 你别因为儿子 我用最简单的问题来问 就是现在 如果您跟他离婚了 这日子您自己过 单独过 能过得下去吗 自己也过不下去 现在不是病了 经济上差点意思对吧 对 好 这结婚二十五年 家里谁挣钱多呀 那肯定是我了 家里主要谁养活呀 我呀 所以您这二十五年 是在外头工作 但是好像挣的钱并不多 是吧 那肯定的 您挣的那些钱 能满足您一个人 咱不说儿子的事 就是自己在北京的生活吗 对 没问题 对 没问题 对 自己 这钱攒下来了吗 攒了点吗 没有 没攒下来 都花光了 不 她的工资交给您吗 目前是交 以前交吗 以前不交 后来才交的 从什么时候 结婚二十五年 打哪年起开始 交工资回家的 那我可记不住了 十年有吗 十年已经差不多有了 打老太太 没有了以后 对 从老太太 你就把钱拿走了 都交 对 都交他了都 他就怕把握了 那有存款吗 没有 那不对呀 他把钱都交给您了 他这些年 偷摸攒了二十万 对 那肯定是小钱 对 您那大钱 怎么一分钱 都没攒下来呢 我得过日子呀 吃喝拉撒睡 儿子的事 奶奶的事 我不得掏钱呢 他的工资能有多少 还有工资阶层 我上班 打工这的钱 能有多少 对不对 那您家一个月 多少钱收入啊 方便说吗 方便 现在退休了吗 八千多块钱 八千多 现在八千多 那您工作的时候 不少吧 反正比这多 不 交家里交多少 一样就不 就这是我那两个卡 这是工资卡 还有一个那个 奖金卡 那卡 那卡就不交了 那听明白了 其实说白了 就是您觉得日子没合在一起过呗 对 我就觉得他就脑骗我 这二十多年 我就一直生活在谎言当中 您心里也委屈 委屈 太委屈了 俩委屈我看 第一个委屈关于老太太 你是儿媳妇 你不伺候 结果让街坊来给我伺候 对 这个好像对于生活在胡同里的人来说 这算一奇耻大辱 是吧 对 第二个大概是这么多年 没攒下来钱 对吧 对 心里也别扭 别扭 就我没少挣 怎么没把这钱给我存下来 我估计心里也有这个 是 那您还想跟他过吗 我今天也六十五了 你说再能找谁去还 明白了 就是我接受现实了 对 人家有章程啊 反正就是你了 我就这么跟您过了 退休工资也都交给您 家还让您管 您跟我过不过 怎么过 你让他这么 天天这么欺骗我 我真受不了 我真希望 现在不是不欺骗了吗 咱们说的不是十几年前的事吗 一直说的 这一直说 我事件一直吵到现在呀 就没停啊 所以这得过呀 所以过 他要再这么吵 给翻篇 现在还骗您吗 现在反正还骗 我 我还骗什么呀 这都是他的正常手段 等于现在他说什么 您都不相信了 对 已经失去信任了 您这么说就行了 对 您不能老活在情绪里啊 确实我转不过这弯来 我这人没那么大的度量 先普及一下知识啊 大家老年痴呆都知道 对吧 老年痴呆再往前一个阶段 叫老年性认知障碍 认知障碍是什么意思 就是它不是客观的 带有主观色彩 我们对老年人的精神健康 这几年大家才开始关注 过去的时候没关注 说这个老太太 怎么就对家里面的 儿子呀 媳妇 或者对谁就那么矫情啊 就那么不好啊 这 这没有说的那么恶呀 她生病了 咱不了解 所以我要跟您说的第一件事是 也许你们家婆婆 就是那个时候已经老年认知障碍了 或者叫老年痴呆的这个 对 也没准 对啊 这个前妻了 所以她说那些话 人也去了 您就翻篇吧 第二件事 关于信任的事 关于这个存私房钱的事 关于家里没有把钱存下来 关于二十五岁的男孩这教育的问题 咱们现在不就关注你们的婚姻吗 那俩姑娘也不会再起什么幺蛾子了吧 没了 结婚了都走了 都结婚都走了吗 对 对 所以你们俩现在面临的问题 不就是二十五岁的儿子 怎么娶媳妇吗给你们 对吧 对 对 然后你们老两口怎么把日子往下过好吗 那你们就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嘛 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重谷家庭最害怕的就是藏着掖着 嗯 对 甭跟我说那个什么善意的谎言 善意的谎言 要看这个谎言 她对谁有利 对她对我都有利 为什么说 她不吵架了 是对您有利 因为您不说的话 您以为这事就瞒天过海了 她就不用找您麻烦了 所以对您有利 那不叫善意的谎言 那就叫欺骗 所以这事不是她教 作为一个女人来讲 她一定心里会别扭的呀 那我们换一个角度 你每天看着她跟街坊的一个男人 天天两个人眉来眼去的 一起去菜市场 然后一起买菜做饭的 那个男的也是对你们家有恩 你怎么想啊 当时你不知道就介意 介意 知道了以后就不介意了 您不介意是吧 因为你得报答人家 这叫报答人家是吧 你有事你能不管人家吗 那是她真 对我们老太太太太特别好 那我问您 你的老婆 她介意你和这个女人的这样的行为 你站在谁那边 我站在我自己这边 我也站在公道的这方面 所以你不会在意你老婆的感受 对吧 您只认公老 对吗 我这为了报答人家 您现在不要给我讲报答 我跟您讲什么叫报答 如果那个女人伺候你们家老太太 分文不取 你报答没问题 请问你给她发钱吗 她是不是得到了她应有的报酬 钱给了 每个月给不给钱 她没做所有人习惯事来啊 人家比女人习惯事做都好啊 但是她没伺候您妈就成了 你跟那个伺候您妈女人 走在一起的一个理由 那肯定得别 对 坏后事好一点啊 这是一个认知问题 我就表明一个观点啊 人家正常领了这个工资 这是她的工作 何来报恩呢 你只是因为对你的媳妇的 行为不满意 那是你们两个人 关起来门说的话 那是你们家里面 你可以说你的媳妇 你没有尽到一个儿媳妇的义务 好 这是她的问题 但是这不能成为 你跟别的女人 走在一起的一个理由和借口 不存在什么恩情 那是她的工作 要不然如果这是恩情的话 好 我们讲人情味 有时有少地帮忙 我也是做的呀 不像她所说的 我天天跟在一块 你知道吗 哪有时候 那我上班不上班啊 第二点 您都已经离过两次婚了 您有没有从您前面 两段婚姻生活当中 吸取一些什么经验和教训 为什么会跟前面两人的妻子分开 因为就是感情不好啊 为什么会感情不好 性格不一样啊 为什么性格不一样 请问您跟这个性格一样吗 您跟这个性格也不一样 也不一样 为什么能过下去 因为您觉得这个时候 再去找找不着了 所以只是因为你出现的这个时间 出现在了他人生的后半生 他没有资本和没有时间 也没有能力去换媳妇了 为什么前面两人没有过下去 这一定当中一个八人拍不下 这就是你为什么在这段婚姻当中 会觉得难受和委屈 所以接下来的日子 依然会非常难过 把自己弃成了一身病 你觉得以后谁会照顾你 所以不知道怎么办呢 所以啊 女人要么然就有翻篇的能力 要么然就有自己独立的能力 如果这两种能力都不具备的话 我该受气 但是有的女人 人家能够让自己 把这种情绪释放出来 而你又是属于那种 把情绪往里走的 所以就一身病啊 我就只提醒您一点 这个年纪正是所有的 病找上来的时候 如果你要是自己 没有去释放情绪的 这种能力的话 你接下来的日子还是会这样 那你就选吧 你要么走 要么忍 先说一点我的观点啊 咱到着这个年龄了 我觉得人心应该更软 应该更善良 更包容 更有爱 第二 你们二位 在你们这二十多年的婚姻生活中 其实都各自藏着掖着 没有把心往一起过 刚才沙瓦老师非常愤慨地说 你和那个女同志 报恩的方式 我们作为旁观者看 一定是有问题的 但您不觉得这是什么 我跟你讲啊 如果就这个事儿 妻子不满 一心一向好的方式是 我们坐下来协商 说出彼此的需求 我们来做调整 这是好的夫妻关系 但是女士 你用了什么样的方式 你刚才说了一句话 你说 我们家没存款 你报复她的方式是 把钱全部都扣着 我不相信她在退休之前 一个月挣万八千的 你还有收入 你攒不下来钱 我真的不信 所以你报复她的手段就是 你让我不舒服了 我就在钱上 我看得紧紧的 我让你到了老 你没钱 你离开我你就不行 你就得伸手跟我要 要不然我不给你养老 你心里没藏着这个吗 那老婆婆她骂你两句 她可能有点认知障碍了 你作为儿媳的 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知道这北京老爷们 就要这个面 你就去照顾照顾 让她知道你的孝顺 这日子不就过到一块了吗 二十五年的生活当中 您二位心劲都没往一块食 那既然已经走到 现在儿子也这个上班了 有了事业了 您二位也二十多年的婚姻生活了 咱能不能从今天开始 把心往一起过 家里有多少存款拿出来 您也别藏着椰子 二十万给女儿的嫁妆 放到明面上说 媳妇 你看我当年确实骗你了 存下这些钱 咱怎么分配 行不行 你们要真说 过了二十多年 心就没法在一起 那咱就分家吧 各过各的呗 所以自己想清楚 人到了这个年龄 我们是更豁大一点 去接受这个 也许并不美好的伴侣 还是说干脆 咱换一种活法 从此和一个人相处的时候 是真心的 是真诚的 或者咱就孤单地 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都行 别这么过日子 让别人笑话咱 大姐 过去咱这几十年的这个生活 咱有错了吗 要说错也有 好的 人不完人 来 对 大哥 您这个藏钱藏事这事错了吗 藏钱藏事 有问题吗 事情是有 有问题 对吧 现在您俩面临的下一步都是 分开行吗 我过不下去 分开行吗 我找不着人 对不对 还是要在一起 那为什么我们总是在揪住 过去的事情不放 过去那个心结就没有打开过 那过去的事 你们彼此都有问题 当时您年轻 老太太 甭管是生病 还是对您有意见 您接受不了 这个情绪 能理解 做法呢 有不足 但是在您那个年岁 是能理解的 大哥 自己的老母亲 需要儿媳妇照顾 这是您的要求 达不到 怎么办 没有正常地去沟通 去解决这件事情 反而找了一个 逃避问题的方式 找了邻居 你觉得邻居不错 甭管是 钱给到位了 咱情也要给到位 情也要给到位 对不对 但是过界了 包括藏钱都过界了 但这背后 二位的诉求是一样的 我在这个家里 我的话语权在哪里 我的自由度在哪里 我的底气在哪里 没有怎么办 那就藏着呗 我请问 那二十万的存款被发现了 这钱交了吗 没有 不知道哪去了 回忆结婚了吗 你要不知道 我不知道 打回忆结婚不给你钱 稍等 他没跟我说我也不知道 我认为你是知道的 我真不知道 他跟他张工不知道 他说了 您知道了吗 他后来给完了我才知道 所以您知道了吗 就当时那钱 所以我们说话 我们要讲逻辑 我们不能早在情绪里 在情绪里您就逻辑都不讲了 这就是您的不对 我们在沟通的时候 切记 不能只是用情绪来表达 咱事咱得一板一眼 得说清楚 这样心结才能打开 所以咱不再藏事 噎事 因为如果两个人往下走 未来 注意 彼此双方如果躺在病床上签字 决定这个救是不救啊 签字都是对方啊 是不是 是不是 他现在说 他不会去跟我签字的 所以那你还不赶紧跑 他想要找归人去 找你归人去 所以你还不赶紧跑 他俩这么说 听懂这意思吗 您还不赶紧跑 你又跑不了 那您就给我顺着 因为未来您的命 在他手里 认清现实啊 不要总是看过去 得往前看 就这样 首先第一个 你刚才主要诉求是说 这二十多年 你一直活在谎言当中 欺骗当中对吧 好 我给你理清一个事实 首先第一个 你说这十多年时间 钱都在你这儿 然后你一分钱都没存下 这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说 你也没有告诉他 你也存了钱 这不也是谎言吗 那他这十多年 不也活在谎言当中吗 那我说这个意思 不是指责你啊 我就给你理清这个事实 你真正生气的是什么 你真正生气的是 你没有看到 我被你母亲羞辱 而这个女人 拿了我们家钱 去照顾你母亲 你还对他那么好 这个卧戒的行为 我受不了 对吧 你要表达是这个 所以我们在跟人 沟通的过程当中 我们说事实 我们不要说过激 为什么 因为你一说过激 他马上指责你了 根本不是 然后你还没办法反驳 但如果你说事实 他也反驳不了你 能理解吗 然后刚才 就是他说的 有一句话很道理 就是你把自己的身体 搞坏了这件事 究竟对谁有好处呢 对你自己最没有好处 但是你把自己 不断地气气气 气到这 我说一句 可能你们俩都不爱听的话 他现在活成了 你妈的样子 你自己琢磨一下 是不是这个样子 你越来越像 跟你可以说是 针尖对曼芒的婆婆了 你想要过成这个样子吗 你甚至于 你们两个人 在发展下去 你知道下一步是什么 他不会跟你离婚的 但他跟儿子过去了 怕你一个人丢下了 你能怎么办 那阳老院没 就是你看你 这个也是情绪的话 所以今天你们 站在我们这个舞台上 我觉得我们 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就是我们怎么和解吧 你也不想走 而且大哥 我们说句实在话 他除了这个 嘴不饶人之外 是不是这个人 还是不错的 没心眼 没心眼还是不错的 对吧 所以你看这个人 内心还是有善良的 对不对 是 没心眼 你看他搜到你 那眼睛存折 他心里面知道 是给女儿的 他最后不也是 让你去拿去给女儿了吗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他心里面很清楚 女儿结婚是该给钱 你现在就 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说一句 该不该给 该给 好了 但是就不应该骗我 对 你说这件事 你瞒着他有意义吗 也没什么意义 所以你们两人 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一个沟通的问题 确实他嘴上不饶人 但他心不坏 一个心不坏的人 你就算告诉他 无非被他说两句 他会拦着你吗 他不拦着你 对于你来说 你和他沟通的时候 你拼命地宣泄情绪 除了把他往外推之外 又有什么好处呢 所以我建议你们今天 相互和解一下 你告诉他 以前是我翻篇了 以后我希望你 做一些什么事 怎么跟我沟通 你跟他说 向他道歉 以前是确实你错了吗 对不对 但是你 你至少告诉他一下 我也看到了你的好 这样你们两个人 今天走下我们这个舞台之后 才有可能把这个日子 给过下去 对不对 所以沟通是最重要的 好吧 吵架没用 谢谢 就这样 谢谢陆琪老师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需要陆琪老师 指点一二的话 大家可以关注 陆琪老师的微信公众号 你如果抱的是 爱宝的老粉的话 咱们是不是还有新人 离给人家 对吧 没别的 今天我总结四位老师 大概三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 该翻篇翻篇 同时翻篇 您也翻篇 对 您也得翻篇 第二 儿子的问题 你们好好地拿出来讨论 讨论 别吵那没用的 我说句不好听的话 这么怪起来的儿子 我估计到时候认不认 你们俩都两说呢 第三个问题 人生成功比什么呀 比谁活得长 活得健康啊 对不对 行了 没什么好说的了 怎么好好过 彼此信任 共同找养老的方案 这日子就过下去了 别再闹了 累死了 来吧 一起进入192就要爱 真情60秒 我就希望这么大岁数了 以后好好的脑伴脑伴吧 什么事就别瞒着我了 什么事都智慧我一声 我就要求就这么简单 别的没什么 以后你啊 多听点话 别那么省心眼 我说什么 你得相信别人的话 将来又拿去不闹意见了 不闹意的过程中呢 俩身体不是好了吗 是吧 行了 起了要弄吧 哎呦 你觉得呢 是吧 不 我不让你夸他两句嘛 你怎么得瑟的时候那么厉害 夸人的时候就不会了呢 我不会说那个好听的 我就直来直去 你知道吗 谢谢两位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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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搜酷视频 观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 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感受吧 咱都往好的地方向善去过 就双出吧 双出是肯定的 你也不能光说他说 你这个情绪为什么不翻遍 确实这个人一点都不会哄 这个也很费劲 来吧 看看他们自己怎么见面吧 请开门 最后 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啊 这眼睛现在能看见了吗 看得不太清楚 看病谁陪着去啊 有时候他 有时候儿子 主要是谁啊 主要还是他们 完了嘛 翻篇吧 你就这么想 纵使这是一个坏蛋 老了 变好了 就这么着了 那咱只能这么想 对吧大哥 行了 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 这对坎科夫妻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行了 我也惹事了 你也该做到做不到 你原谅我 冲着孩子 现在有原谅孩子 好过日子呢 你说我还指着你的啊 你知道吗 行了 你听着就透着别扭 本来是求人的话 说的跟那什么似的 这就不容易了 请亮灯吧 行了 回去吧 好 谢谢哥老师 祝你们幸福啊 谢谢哥老师 保重身体啊 祝你们幸福 来 请回 请回 请 好 这人生好短啊 你还在台上这一吵 吵了二十五年的事 踢了旷浪都出来了 珍惜眼前人 珍惜眼前的生活 祝大家都幸福 来 了解下一对嘉宾的 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这次来的目的 就是想跟她复合 这段时间我也反思了自己 我虽然做的事有些过分 但是我真的爱她 她的异性缘太好了 我跟她在一起就是没有安全感 我觉得是我太放纵她了 她总是把我想得特别复杂 就想把我舒服在她的世界里 我真的觉得这样相处 彼此都会很累 我感觉我在她心里不是第一位的 如果选择继续的话 我怕再次受伤害 有请这队情侣 有请 男嘉宾小赵二十三岁来自河南 实习灯光师 女嘉宾小赵二十四岁来自河南 自由职业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这个认识了一年多是吧 对 你追的她是吧 我主动追的她 在一场婚礼上 当时我是伴郎 然后她是周围嘉宾过来的 然后当时我觉得她特别善良和可爱 然后当时她身材比较好 然后我主动追了她一年多 当时我觉得我们俩的感情还很甜 之后经过一些事情以后呢 我俩就慢慢地就是 开始彼此不信任对方 原来我俩在一块合租 现在呢就是我搬出去了 今天谁要来 今天是我主动提出要来的 来干啥 还想搬回去 对 我还是想和好 那你干嘛搬出去呢 因为当时我开家朋友的生日会嘛 半夜回来 她说我手上带了一个小皮筋 废的说我跟别的女生有暧昧 当时我就很不理解 她平时不怎么喝酒的 完了你跟自己兄弟喝酒 也就算了吧 她还有男有女的 大晚上我叫她她也不理我 然后我一看她手上有个皮筋 我就挺生气的 那女生自己没有对象吗 她为什么套我男朋友手上 气得我一晚上都没睡觉 五六点的时候吧 实在忍不住我就把她叫醒了 我就让她给我解释 她又不解释 然后我就挺生气的 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着 就那个皮就是到我手上了 不是那个皮筋到底是谁的呀 皮筋是我朋友的 为什么会跑到你的手腕上 这个当时我喝多了 我确实是想不起来了 而且你看过那个梗吗 哪个梗 就是你是有煮的呀 那个梗 不好意思我没有看过 你能不朝一个男生 也不刷个抖音啥的 因为我对网络上那些东西 我确实是不经常看 行吧 你肯定不相信对吧 对我不相信 他说他给我拍视频 给我解释 但是他如果不想让我看的话 那些拍的视频 肯定就是 他不会出现 那真有事 皮筋有就摘掉了对吧 对真有事我也会摘掉 包括当时我 不不不是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行了解释不清了 这事真有问题 我在想啊 比如我跟沙纳老师喝酒 喝完酒之后 沙纳老师的皮筋到我手上了 我回到家 我揣摩这皮筋啊 这是沙纳老师 给我传递一个什么信号呢 是不是 然后就是还有 他离家出走这件事情 就是不是一次两次了 他就经常我俩吵架 然后他就没事去网吧待一晚上 然后给我发视频 现在想想 我算是想明白了 我觉得他给我发的视频 指不定他旁边 还坐着一个女生呢 因为我觉得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 我怎么着 我觉得他都不成 因为首先我视频发了 我报备也发了 我弟弟也发了 但是你依旧不相信我 包括去网吧 我只有一个小小的爱好 就是打游戏 我觉得这点爱好 不能剥削我吧 对吧 我作为一个男生 我在外工作那么努力 包括那么辛苦 打一个游戏 有时候会不回家 但是呢 我依旧跟他报备 但是他没有相信我 一次两次的 我可以忍受 但是一直这样的话 我觉得任何一个男生 包括主持人您 您能忍受吗 不打就不打呗 怎么就那么固隐自怜呢 结了婚就知道了 都得给你剥夺了 有了孩子更明白了 你的人生 跟他们紧密地联系 在一起了 别抱怨 这是自己选择的路 你单身多好呀 爱打多久打多久 你找女朋友 你就别问我 别狠狠唧唧的 我明白 还敢反问吗 不敢反问 对了 这就对了 但是有一件事 是后来 我确实像您说的那样 作为一个男生 我想主动找他 承认错误 但是我去找他的时候 他说他出去旅游了 然后我说你去哪了 他说去西藏了 我一听着 我可能担心那么远的地方 他一个人去了 我以为他是一个人去了 但后来第二天 发朋友圈 是两男两女 我说你们是组CP的 还是怎么着 对吧 你说不让我跟女生接触 但是他这个时候呢 他跟另外 对吧 受不了了 对 我真受不了 是不是觉得 一片绿在脑袋上 有点 哪有 你真谈恋爱一个多 又不说话的呀 我觉得那时候 我也该反思反思 我也想出去冷静一下嘛 我就出去玩了 那我出去玩了 你也别管我 你之前你可早干嘛去了 所以那个男孩是 那个男孩是我 那个朋友的朋友 就是他跟他 那个男生是朋友 我跟那个女生是朋友 因为此我推测是 那个男生是 就是你的好朋友 和他的男朋友 想撮合你们在一起 是吧 有点那意思吧 但我没意思也没用啊 但是首先 我跟你没有分手啊 为什么你要跟 另外一个男生出去呢 对吧 那你跟我又没讲过话了 就一个多月了 那我还不能自己出去玩了 我跟你不讲话 但不代表 我跟你分手了 我承认我有问题 但是他也没有跟我说一下 因为每次吵架都是我主意 喂 男生 你跟人一个多月不说话 还不算分手啊 这个我确实 我没有细想 你跟人一个多月不说话 不算分手吗 不是 路老师 路老师 他年轻 我跟你说一个啊 就是夫妻离婚 冷静期也就一个月 我为什么不想打断他 我就想跟他说呀 成年人的世界 有些事 不是一定要说出来的 理解上面 一个月如果都不联系 不说话了 聪明点就知道 这事凉了呗 所以接下来问吧 那个男孩你喜欢吗 不喜欢 不喜欢 有感觉吗 没有 一点感觉都没有 没有 行 这事就过了 往下说 好 一件事是 我说如果说我在家打游戏的话 你会不会生气 他说不会 后来我说行 后来买了个游戏机 他说说你花那么多钱干吗 然后我说 我买个游戏机 我不是说你不玩了 是双人一块连排那种游戏机 他还是生气 这个时候我就想 你为什么还生气 我这不行 那也不行 那你要怎么样才行 我就觉得 现在大家也就刚出社会嘛 能别乱花钱 就别乱花钱嘛 然后平时也省吃点用的 我还想着自己做饭 也能省点钱 结果他要倒好 一下子花那么多钱 买了一个游戏机 我就觉得 我在省钱 对 你为什么瞎祸祸 是这意思吧 对 我就觉得不能太懂事了 但是他说要省钱 但是每次过节 鲜花礼物蛋糕一样不少 而且如果说我不买鲜花的话 他依旧会说说 你怎么怎么着 就是没有买鲜花 你怎么那么多抱怨 你是来复合的吗 我是来复合 但是我有很多不理解 我想就是 我想问他为什么 就是如果说他之后 还会就这样的话 我觉得就是 我一定要说清楚 行 听懂了 你不是说要省钱吗 为什么每次 什么都不能少 我其实就是觉得 他对我的感觉 就是对我的态度 没有之前那么好了 没有之前那么爱我 就是这一回事 你说鲜花和那些 蛋糕什么的 其实也没那么重要 对 就是重要的 就是你的态度 所以把耳朵洗干净 听这句话吧 那个东西 如果我真爱你 我根本就不介意 我真介意这些东西的时候 就说明你也太不在乎我了 好了 这答案有了吧 还有事过不去吗 就是我去他家 吃饭那件事情 你这个心眼是真小 你去人家吃饭又怎么了 当时去他家 我就喝了两瓶啤酒吧 他说我说了一些 不合适的话 后来我想了想 当时我没有特别碎 我只是说 你应该找一个 合适的稳定的工作 不是说当一个模特 然后他说 你当的 我爸妈那么说 你是不是就是 你觉得你特别 看不起我 我怎么就看不起你了 我是觉得 就是他说的话挺过分的 反正就是说我的不好 然后还是让我爸妈 不要这么惯着我 我就觉得你头一次见面 你就这样跟他们讲话 整个大家也怪尴尬的 我不是说要惯着他 因为我做的工作 可能稳定一点点 如果说我俩真正想 往后长期走下去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 彼此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好 好 然后就是当时我想就是 想跟他找一个稳定的 或者是他喜欢的 或者跟我差不多 行 这事你有啥过不去的 这事他过不去 不是我过去 行 其实我问你啊 姑娘 我特别想知道 他走了之后 你父母怎么评价他 我父母其实对他意见挺大的 他说这小伙子 头一次见 咱这样说呢 就觉得可能 没太瞧得起我 还有就是 就是他说 我的工作不稳定 完了他可能是好心 给我找了一个工作 但是主持人你知道吗 他给我找那个工作 他是让我去搬那种 那么大的一个大厢子 我让他帮我 他也不帮 他就说你刚过来 你得好好表现表现 我是真的搬不动 然后我让他过来帮我 他也不帮 因为首先那个箱子是 灯光师 像灯光学徒那种 而且那么多人 有男的有女的 人家都能搬 为什么你就不能搬 而且他刚过来 吃不了苦 介绍的是灯光师是吧 对 灯光设计师 主要是管灯光操控 那一块的 刚开始他肯定不能 直接上台 肯定刚开始有时候 他要帮人家 拿点东西怎么着 而那个箱子也不重 我觉得 我就以他的力量 完全可以搬动 这有啥过不去的呢 我是觉得 他总是太自以为是了 他觉得他说的就是对的 他做的都是对的 他给我找的就是好的 就是感觉 没有特别看重我的想法 所以今天来 是男生想复合是吧 对 女生干吗来呢 我来听他讲 我在纠结 纠结啥 其实我挺喜欢他的 但是我觉得 跟他在一块 有的时候可能会不太舒服 对 你喜欢他什么 我觉得他挺阳光 挺开朗的 不舒服是什么 不舒服就是 他有些事情做的 让我心里不舒服 就像刚才讲的那些 一生气他就离他出走 然后他还 我觉得给我的安全感 没有那么的多 就他手机经常就 有人给他发微信 然后我就觉得 他身边的异性也挺多的 反正就是没什么安全感 但是我确实是挺喜欢他的 就是还在 犹豫 还在纠结一些 刚才他说的 就是有别人给我发信息 但是我心里让他看过了 但是他依旧当时会经常说 你是不是删过以后 才让我看到 一年多的了解 觉得这姑娘哪好 我觉得他首先 他上进 他没啥上进的 也没个正常工作 你给他介绍工作 他偷懒 哪上进了 但现在他自己的 就是模特 他有的时候才会 就是别人 不管说兼职到昨晚 他不说累 而且回家以后 这样就是 那你没啥不支持 人家做模特呢 但是我觉得不稳定 我觉得他能 做十年二十年 他能做一辈子 他顺材不会走样 对吧 那容颜 肯定会变老 怎么了呢 先做个十几二十年 再说呗 但我觉得 做呢 我觉得首先 不稳定是第一 第二就是 我觉得那种圈子 我觉得不好 他就是觉得 我做的这些都不对 其次才是不稳定 你说实话呀 总感觉是有一点 就是确实是故意不 懂了 懂了 行了 男生看起来说 是求复合的 哪里是求复合吧 男生现在是在犹豫 说这女朋友 我到底要还是不要 我也不知道这个 我是真心想复合的 因为首先他特别善良 而且就回家以后 就特别会做饭 我也会做饭 而且我们俩就能互相 女生是说 哎呀 行了 别矫情了 赶紧回去吧 我也没想跟你矫情这事 是吧 但是表面上都 干嘛呢 一点都不坦诚 行了 老师们 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温店 他说的有一点很对 模特这个工作 你现在是做兼职 那么你也24岁了 对吧 未来要怎么发展 我就要吃这碗饭 那我接下来 我要怎么发展 我如果真的热爱这个行业 它是我热爱的事业的话 我要怎么把它持之以 横地发展下去 而不是每天混日子 他说的那点 虽然扎你心 但是对你来说 还真的是一个人生课题 这不是一个说 稳定的工作 或者不稳定的工作的事 是一个你想要的 一种生活方式的问题 我觉得这对于一个女孩子 20多岁女孩子来说 非常重要 她关乎到你未来的人生 关乎到你未来接触的人 关乎到你未来 可能会嫁给什么样的男人 因为你不知道 自己想要的生活 是什么的时候 你就会稀里糊涂地 走进一段婚姻 然后发现婚姻一塌糊涂 因为你压根不知道 自己要什么样的生活 那至于男生呢 很简单 你不接受他的工作 你其实就是不接受这个人呢 你有什么资格 对他的工作指手画脚 什么你待的那个圈子 怎么怎么样 你找他的时候 他就是干这个的 那你别找他呀 那你认识他的时候 他是李怡 凭什么跟你谈了恋爱以后 然后你就不接受他的工作了呢 所以所有这些 什么打着我为你好啊 什么因为爱你的旗号的 这样的道德绑架 都不地道 你如果不接受人家这份工作 你就压根不要找人家 或者跟人提出分手 就好了 就很简单 一个需要自我成长 一个真的喜欢 就接受人的全部 不喜欢就赶紧走 就这样 男生也不是什么 真的喜欢还是不喜欢 我觉得你就是 特别享受这份 在这个女孩面前的 所谓的那种 莫名的优越感 因为这个姑娘 特别没主见 特别容易受影响 也就是她 才能让你觉得 我是个男子汉 我感觉自己 很有这种能保护她 指引她人生的这种 莫名的优越 这个我觉得倒不是 因为首先我 那你给人找什么工作呀 因为当时 为什么你就要说 你找的工作 是一份特好的工作 适合她 我听起来不适合她 她也不是学灯光设计的 她为什么要去干 这份工作呢 人家喜欢礼仪 为什么人家加班很晚 去做模特 她不说累 她很开心 她喜欢那种感觉 说到这儿 还得插一句 我刚才看半天啊 姑娘 你是挺高的 也挺苗条的 但你 你要真做模特 你得先练形体 您站这儿 没多长时间 哎呦 东歪西扭呀 说明你 即便 喜欢模特这个职业 你也没有认真的 去从事它 去学习它 去提高自己 这就是我说你 你是散漫的 你是随波逐流的 你是容易受影响的 别人给你这么个机会 你就去了 管它行不行 我先进去 男朋友说 我去当灯光师 我愿不愿意 反正他说了 我就去吧 没有主见的人 在爱情当中 很容易受挫 很容易失败 而且你还被他 带沟里了 他花钱买个游戏机 你自己攒钱的那份 原有的 本来好的品质 也抛到脑后了 男生你 还有一个问题 你不是有主见 你其实是一种 莫名的自大 你能在人家 父母面前 指指点点说 你这个工作 不够稳定 这有点不合时宜 你也幼稚 你俩一对小幼稚 两个小朋友 咱们就按小朋友的方法 谈恋爱 别设定那么高远的目标 如果都想成长 说我们奔着未来 长久在一起 我们要去担起 生活的责任 那你俩还不到时候 所以复不复合 没那么严重 随心吧 别搞得那么紧张 不到年纪 谢谢 你说你了解他吗 了解吧 你不了解 他肉眼可见的 是不是身边 异性朋友不少 总是有莫名其妙的 微信过来 对不对 包括头皮筋事件 是吧 类似应该不少 你说这种 异性朋友比较多的人 他有什么特点 未必他们有什么事 但是恰恰 他的心智是不稳定的 很显而易见 动辄就离家出走 还不回家 对吧 然后现在还冷战 一个多月 不跟你来往 你知道他这个月干嘛吗 他其实已经视同 跟你分开了 只不过暂时 他现在还没有 找到合适的而已 他是无法解决 感情当中的 一些复杂的矛盾的 他最简单的解决方式就是 行 我走 咱们分 我找别的人去 因为我不缺这些被选 他自以为 所以他没有解决 问题的能力 同时呢 他会把你 拉在他身边 给你介绍 跟他相关的这个工作 对不对 跟他本职工作相关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 他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 只知道 不想让你在那个环境里头 那个环境风险很大呀 对不对 就怕你身边 有他这样的人出现 叫双标嘛 所以他是自私的 占有的一种心态呀 他又不能解决问题 然后他又想占有你 对不对 你觉得跟着他 你有什么希望呢 离他远点 你自己真是学点东西 然后真正去找一份 自己感兴趣 并且擅长的职业 未必现在做模特 不合适 未必 因为你没有找到 一个更有发展的 一个方向 所以说先从自己 感兴趣的开始 好吗 就这样 首先第一个 就你有一个问题啊 言语 利人 宽以待计 这玩意肯定是不对的 就是你动不动 就是我的事 一笔带过 你的事 我要上纲上线 这个肯定不对 你真的要给人 当人生导师 不是你这么当法的 你让人不干模特 就他喜欢 他擅长 他能挣钱的模特 然后给他安排一个 灯光助理 他什么都不会的 灯光助理 这个事也不是一个什么 有战略规划的事 所以你在给人 做规划的时候 是满足你的权利欲呢 还是你真的 在帮他思考呢 所以为什么 这个姑娘不服你 她不服你 是有道理的嘛 至于这个姑娘 你在很多的时候 都显示出一种 散漫的状态 不仅是你的站姿 包括是你接受 去当灯光师助理 当灯光师助理 第一天时候 你的工作状态 以及你对于 这段感情的状态 以及你那么快 把一个男生 带到你爸妈面前 都时刻显示着散漫 这种散漫 让人感受到不认真 因为你在这件事情上 并没有投入 很多的思考 也并没有真正地 去认真地 去面对它 你现在也不年轻了 当你开始 不年轻的时候 你要思考一下 你面对的那些挫折 以及面对的未来 是什么 你现在就要为未来 去做好一些准备 其他也没什么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要谈恋爱 你就好好谈呗 像现在这种恋爱 就是我认为 就都是小花招 也没有什么 本质的原则上的问题 好吧 就这样 好 谢谢陆琪老师 大家如果想 得到陆琪老师的指点 其实特别简单 关注陆琪老师的 微信公众号 我们爱宝的粉丝区 有新人理的 没啥好说的就是 认真的工作 好好地学习 轻松地恋爱 还喜欢就追回来吧 一起进入 192就要爱 真情六十秒 宝贝 刚才老师说的一些 像就是我自大 包括我就是 站在我的立场上 就是我一直是 以我的立场 包括我的角度 像你传达一些 就是看法 包括说你应该怎么做 确实我觉得 是我自大 包括没有就是 我确实没有 到那个份 但是呢 我的本意 我只是想让你变好 可能是我表达的方式 包括我的说词 包括我觉得 很不恰当 但是我还是一件事 我 我想跟你好好地在一起 好好想跟你走下去 我是 我是觉得 你没有之前 对我的态度那么好了 就这一点 那我以后会改正 能原谅我吗 起了呢 谢谢两位 请回吧 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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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栏目的 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2360-6361 情感客户的观众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预测一下吧 商大老师 应该双出吧 肯定是双出了 希望他们如果 现在不选 他们选择了复合 就是各自能成长 再说爱情的事 我突然一种感觉 说不出太多的原因 男生出 女生不出 来 让我们来看看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请开门 再播 听了你的啦 看着 看看 徐老师猜对了 连我也跟着错 我就觉得该回来 还追吗 我就问一个问题 你还追吗 追 对 确定吗 确定 等会儿 加油追着吧 谢谢你 请追 没有任何感觉 不像有的情侣 离开的时候 你会为他们痛心 有的情侣 即使牵手在一起的时候 你的情绪 也在一个冰点上 就这种特别薄的情感 你就会觉得 好吧 赛也可以 赛也可以 剧也可以 最后还是想跟他们说那句话 因为年轻啊 特别是听了 特别是听了他们那段情感关系之后 真是觉得 认真生活 好好工作 对他们来说 才是这个阶段最重要的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广电5G192全新浩段全新体验 让爱相连 再一次的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